選戰進入倒數關鍵時刻 台東縣長候選人饒慶林特別向台東市長候選人陳明豐來加油打氣 許許兩個人都當選 未來能夠縣市聯手全新打造富裕台東 完全綻放台東藍 選戰進入倒數階段 而台東縣長候選人饒慶林 特別前往台東市長候選人陳明豐的競選總部 向陳明豐以及競選團隊加油打氣 然後慶林表示 台東市人口佔全線近55% 縣市如果不能夠合作 對未來要推動攸關人民的福利以及措施都會很辛苦 因此希望縣市聯手打造移居城市 然後慶林能夠跟陳明豐合作 未來四年我們來一起共同打拼這個勝利連線 所以今天其實最主要是要跟各位打氣 我們夥伴最重要 那其實那個市長候選人應該是忙到白天黑夜是分不清楚了 所以我們的團隊最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最後十天讓我們一起邁向勝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而陳明豐表示 宣慶越來越激烈 而這幾天也馬不停提的掃接敗票 希望縣市聯手一起打造富裕台東 最近我們是特別的努力在掃接敗票的動作 一直在持續的進行 那我所提出的十二亮點計畫 是經過我在這十二年的民意代表這中間深耕基層 詳細的了解到基層的所需要的 那再配合我的進選團隊 我們的證件團隊 然後大家演理出一個這十二亮點的計畫 那大家都知道 憲政市政一定要好好的合作 憲民的這些有關這些福利問題 才會一一的呈現出來 那我演理的這些證件很多需要執行 也很需要縣政府的幫忙跟協助 那縣長這邊也有很多好的政策要執行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縣市聯手 台東大步向前走 那我們也要全新打造 呼籲台東完全綻放台東來 市聯手 台東大步向前走 借全如台東市報導